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势长林一华开箱修复中的雪海书院并宣布串联台北市70处的文字馆 推出了40场的展览 多场摄影工作坊 讲座 工艺体验 以及印象征建比赛 雪海书院现在变成了高家祠堂 前厅是昔日的讲堂 后厅为祭司厅 左右相防则为雪社 目前则是台北市树国仅存的一座书院建筑 1985年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定定为第三级古迹 县政修复当中 透过台北市文化局以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带领大家开箱这座满是岁月痕迹的古迹环境 我在民国差不多97年98年左右 我当里长开始我就有进来参观过 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破旧 非常的老旧 那屋啊什么都会破 粮柱也都锈掉 那后来他们主委一直不断的去征集补助金会 那终于在109年开始来做修复 那当修复到今天这几年来 我看到的这个雪海书院 跟我当时所看的是一模一样 而且是非常的新 日志的后期 当时因为雪海书院才要卖地 所以说有高家呢 就把它承接下来 那承接下来以后呢 就用这个空间当作这样的东西 所以一直使用稻金 那说这个历史发展呢 其实是跟台北市建成的一个发展 文化发展有深厚的关系 那它是在1985年8月被计定为市定国籍的 所以说呢 它在整个台北 尤其是万马区区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玄海书院的格局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 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叫做它的大厅 或叫大厅 或叫做讲堂 那其实呢 这个地方 以前在当书院的时候 即是孔子 或是朱子 或是文昌君等等的一个森林 的一个空间 那两刻 我们称为这个相反 是作为教学 上课使用的空间 那后面呢 是作为当时老师们居住的空间 也就是当时的那些老师 那些师储的教授 都住在 等一下我们过去的时候会再各位来看一下 他有一道门墙 把它分成内外空间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后面呢 其实是老师们居住的空间 副市长林一华宣布 2024台北古籍日盛大启动 以建层台北为主题 串联70处文资观响应 推出导览走读活动 摄影工作坊 主题讲座 公益体验等活动 邀请民众走进老屋 聆听文化资产的历史故事 台北呢 其实就是充满了不同的美 还有各种的文化 所以呢 其实从建层台北 就是告诉各位说 台北不是只有一种面貌 你越在台北走动呢 你越能够品味台北 就越能够了解台北它的特别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这个古籍日的活动的启动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都是在秋天 秋天 谢谢 那这次呢 因为我们是配合建设140年 所以我们从8月到12月 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因为呢 要让大家特别建设140年知道 我们现在台北市保留文资 也保留了五百多处 保留了五百多处 那以我们这个 今天的雪海书院 刚刚主持有说 我们从109年开始 会到115年完成 分三起 我们不只是在建筑物的 这个要修旧如旧 我们连刚看门口 现在门神啊 还有我们的彩绘啊 传统的工艺彩绘 我们全部都要把它 恢复到最原来的面貌 所以呢 搭造一个文资的维护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台北市非常非常愿意 第一个是要谢谢 当然我们要谢谢外资工部门 或是民间的配合 让我们能保留 很多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 所以五百多处 那这个下来很不容易 尤其呢 我们有些现在是一个区块的保留 所以到了连向现在去大道城 因例拍过的大道城 去大道城 现在整个感觉 我现在国际观光客 非常非常喜欢去大道城 我们邦嘎 现在也好多 保留非常多地方 就是让大家呢 觉得台北 就是能够在这儿知道说 原来我们不是只有经济的发展 我们对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在乎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静论在有历史年代的建筑物当中 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 感觉在沐溪的那种气息都特别的有 一种比较饱满的记忆的味道 然后静静的待在一个角落 观看着就是每个细节 我觉得都会有一种魔幻的感觉 很像自己穿坐在这个时空中来回 所以非常就是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这个摄影比赛 用摄影相机 结果下这个光雨影来丰富这个时代的记忆 除了文资走读 同时建成百事老乌我成影像针尖比赛也启动 总奖金高达20万元 邀请摄影好手用镜头记录百年老乌故事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松山文创园区 首度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双园合作 吸手打造夏日限定的尊印松烟动物园 除了有跟大家躲猫猫的松鸭桑 及长颈鹿等大型装置艺术外 还有集张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找出隐藏在制烟工厂 消防栓箱的13种动物 夜晚更有光影party动物游行 制烟工厂上方巨大的松鸭桑 正俯瞰整个文创大街 以松烟常见鸟类为主题的鸟语之期 在5号道路欢迎大家 会移动的长颈鹿 则不定期出没在园区各个角落 还有13种动物 隐身在松山烟场的消防栓箱上 等你来集张 在巴洛克花园的时空任意门 则带民众一秒抵达动物园 这是松山文创园区的夏日松一下活动 今年暑假首度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双园合作 将松山文创园区打造为夏日限定的 论应松烟动物园 这次夏日松一下 特别主题是松烟动物园 松烟动物园顾名思义就会有很多的动物 那是表示我们松烟特别注重在生态的教育 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上面 那当然动物园呢 真的是我们有跟海北市立动物园 有双园的这个串联的合作 所以我们有这个消防栓箱的 这个动物的这个集张活动 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那我们的州整个松烟的这个场域里面 也有许多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动物相关的装置 欢迎呢 这个朋友们能够借由夏日的这个时段 时间能够来松烟游玩 夜晚的松山文创园区更加精彩 由松亚桑与智利动物园等动物偶为主角的 光影party动物游行 透过光影和声音变化 生动的演绎松烟及冰围动物的故事 想让大小朋友在园区留下深刻的记忆 因为夏天天气白天特别的热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借由 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晚上能够让大家能够有地方可以去 有地方可以玩 所以我们特别呢 就准备了这个动物的这个光影游行 我们总共整个夏天有五场的这个光影 这个派对游行 有许多的这个动物的偶啊 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同乐 我们也广邀这个除了动物园的这个偶装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各个单位的偶装 大家都可以来看 每一次可能会遇到你心目中 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偶呢 都非常的吸引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 摆脱传统展示方式 强调互动体验 是夏日松一下的活动重点 像这一座会移动的场景录 就对应到主题早早录录 邀请民众来松山文创园区 玩一场躲猫猫游戏 蛮特别的吧 就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特别的形式 就是直接放在外面之外 然后那是它的色彩的 色彩的混杂度跟 然后中间有一个空洞的那个形式 在一般的展览都没有看过 晚上才有的光影party 冬游行更获得游客好评 直呼是台北市最好玩的夜间活动 大部分都看到可能是喷水类的 或者是码头 7月的时候它是有烟火 可是就比较困难想要带小朋友 因为可能是交通会比较塞车 然后所以后来考量就是海鲜没有去 可是如果是像这样光影的话 小朋友有地方可以跑 我觉得比较好 除了各式活动 松山文创园区跟首都出版 旅游小书松志 内容包含四条风格路径和日常视角 提供民众探索游玩这片 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大松烟基地 最佳指南 整个大松烟基地 因为从成平24小时 到这个大巨蛋的周边 有许多的这个店家 还有许多的这个内容 慢慢陆续的都开了 那我们也希望同时间 让游客一次就能够了解 这个整个大松烟基地 各样的资讯内容 所以我们把它汇整在一本手册里面 希望能够带给游客更多的方便 暑假期间松山文创园区 还有更多样化的文化体验 包括达文西体验展 猎人实境解谜游戏 及松烟风格店家卖店主题展 小高潮旅行社等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 一起来园区感受丰富多元的文化饗宴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由国际礼宾清善协会举办第三届的选拔活动 吸引了42所的大专院校 今年总共吸引42所大专院校 56位学生报名参加 经过初审复审后 选出21人参加决赛 接下来将进行5天免费的 专业礼仪培训课程 争取国际礼宾清善大使的宝座 其实这次的活动是我的妈妈看到 然后她希望我来学习更多的礼仪 包括专业的形象等等 所以是妈妈推荐我来报名的 然后是我自己也觉得蛮有兴趣的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 所以也想要接触看看 然后学习礼仪专业形象这些部分 其实蛮多有认知上的不一样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学过 专业的西餐的礼仪 然后刚刚有听到老师说到蛮多 包括服装啊坐姿等等的 我觉得收获蛮多的 我觉得礼仪的话 最基本就是一定要礼貌 我觉得礼仪在生活中还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虽然不要那么自私化 但是对人的礼貌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除了我们礼宾工作之外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像是用餐或是在职场 或是与人际的互动当中 包括表达还有你的仪态等等 都会是认知你这个人的一个蛮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是增进自己 然后再以体态等等都能够一个更突出的机会 因为我们本来以前有上过一些餐饮的国际礼仪的课程 但是刚刚因为藉由老师更详细的解释 还有包括同学老师的提问 就是我有更在针对一些小细节 或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有更多的突破跟学习 这是我们第三届的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放在绽放礼的青春 我们希望不论你有没有经验 礼宾的亲善经验 我们会透过一个一周的星期的时间来培训这些选手 包含了航空礼仪 试酒礼仪 还有西装礼仪等等 那像今天要上的就是餐桌礼仪课程 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礼宾亲善的一个训练 希望这一批种子未来可以扩散在校园里头 有更多的讲师 或者是更多的礼宾服务人员 主要是因为觉得现在在礼仪教育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这种就是其实有点像博雅式的教育 然后其实是随手可的 但是目前大部分大家都是用3C产品 网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但是包含你上捷运的过程中 你也不知道是要先下后上 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太到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礼宾亲善大使的选拔 让大家再重新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也希望借由这一批种子 可以散落在各个校园里头 慢慢的再把我们的礼仪文化带动起来 因为始终相信只要有一个礼仪文化存在 我们的社会会比较和谐 大家的纷争争吵会少一些 本届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活动 更邀请选手们到星级酒店用餐 并由名模邀才影及演员田家达担任嘉宾 为选手们进行示范 让选手们透过实际体验 学习正确的餐桌礼仪与服务宾客的应对技巧 基本在西级礼仪当中 它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规范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餐桌上 如果使用完主餐或使用完餐点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摆访 就像是如果我们今天在餐点用完之后 我们就会将餐具呢 从四点钟的方向到十点钟的方向 做两个平行的摆访 那就代表说我们这个餐点目前是已经使用完毕的 那如果今天在你可能还在用餐当中 如果可能还没有结束你的餐点 那我们就会将右边是刀子 左边是叉子 然后进行右边跟左边的两侧往中间的摆放 那就是这是一个西纳礼仪当中 就是会在用餐当中 我们会给服务生的一个小小的提示 说我们今天目前是用完了 还是还没有用完 那服务生也可以在不用询问客人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直接的辨别 他目前是不是已经使用完毕 还有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对食材不太满意啊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想要进行下一道菜的催促 那我们就会有一样的不一样的摆法 像是有交叉的部分 或是有十字的交点的部分 那就会让我的服务生也知道说 我今天对这道菜是不是不太满意 那我们可以在收到这个餐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去询问一下客人 对这道菜是不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虽然说服务业是一个比较容易入手的行业 但是你要把它做到精致化 做到专业化其实不太容易 那这一切的话要从礼宾的个人的一个行为举止 包括说话的方式来着手 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可能在网路上用网路的语言 沟通习惯了 但是在跟人面对面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举足无措的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训练 跟这样的活动的支持 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将来可以投入服务业的时候 可以比较顺利一点 因为现在饭店业的那个礼宾服务人员 或者是接待人员也是有一点点的缺口 那这一次可以借由上餐桌礼仪的课程 然后让学生们实际来到餐厅 然后我也觉得说 过去大家可能在吃东西上面没有那么讲究 尤其是西餐礼仪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选拔活动的机会 媒合了企业餐厅 然后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一块餐桌礼仪的服务 第三届2024国际礼宾亲善大使 绽放里的青春选拔活动 将于8月17号下午 在国家图书馆B1多功能演艺厅登场 也欢迎民众上网投票 支持心目中最佳的国际礼宾亲善大使 还有机会抽中奖品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诈骗集团未来要躲避茶器 竟然广设虚拟货币门市 作为假投资诈骗的洗钱场所 刑事警察局扩大扫荡全台各地 不法的虚拟货币洗钱门市 共茶器主嫌及成员 共40多人到案 专案小组查扣相关证物 并解送涉案嫌犯 刑事局接获勤之 有不法分子与诈骗集团勾结 以A加卡 除纸卡及虚拟货币交易系统 贩售虚拟货币隐秘金流 并在全台广设门市 收受遭诈骗的被害人账款 企图以合法掩护非法 本大队于去年接获勤之 在台北市万华区 查获一处 以为不法帮派成员 所经营之虚拟货币实体门市 涉嫌为假投资诈骗之洗钱场所 经持续清查 发现有不法集团 以A加卡虚拟货币出资卡等交易系统 于全台广设实体门市 大量收受遭诈骗被害人的账款 企图伪装合法 以研制非法 习事局表示 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群组 邀请被害人加入 再由成员假扮投过老师 提供股票分析课程 等到取得信任后 就邀请被害人参加 虚拟货币投资方案 更藉由实体门市 降低被害人戒薪 据清查有超过300人受骗 总财损金额达4亿5千万元 本案经分析 发现有大量被害人 依诈骗集团指示 前往门市交付现金 以购买虚拟货币转出 而许多被害人认为 既有实体门市 因此大大降低戒薪 而遭受诈骗 专案小组从去年6月起 至今年5月 发动速波搜索 分别持台北、新北、桃园 台中、高雄等地方法院 之搜索票 及检察官合发制居票 查记主嫌 及成员等共40余人道案 查过现金约475万元 虚拟货币合计约732万元 动场不动场约4千万元 警方已经将全案 依诈骑洗钱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警方提醒民众 假投资诈骗手法推成初心 对任何来路不明的网络群组 或声称可短期获取暴利的投资管道 务必要多方求证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东区商圈 柳宫绿狼 人形环境大功构成 除了步行环境更宽敞 还多了多元无障碍的活动空间 三座水务圆环等 希望给市民与观光客 更好的购物体验 进而活络商圈 位于复兴南路一段 135项的柳宫狼带 是东区商圈核心 过去为上皮地区自然形成的 大湾河道 后来重新规划为停车场空间 现在透过改造 除了改善步行环境 也新增灌木植被等 增设休息座椅及街道家具 并设置三座水务圆环 整点会喷出水务降温消暑 提供行人舒适的休息空间 与步行广场 东区这一块后面的狼带 早已都是机车跟汽车 停车格混杂区 所以对人形方面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东区没落之后 在整体营造改善这方面 我跟市府讨论 怎么把这后面改造成人形徒步区 就以人本为主 所以我们花了一年时间 把这边打造成 部分是一半等于都徒步区 那我们这边当时有取消 一百机车格 我们把它移到市民大道去 一样让骑机车 一样有机车可以停 我们这边多了蛮多设施 包括一些异象的绿廊 有灯光器照射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光环境 然后还有水雾 所以大家在周末假期来 跟逛这边的时候 会享受到非常良意 也让人家走进来非常方便 其实市集对东区来讲 这两年我们办得非常成功 那我们接下来会把市集 导入到这个 搜索后面这个狼带 让人潮能更聚集在这边 为了推动东区观光空间 及人本环境改善 以及配合东区发展振兴计划 重新讨论东区街道 及街区改造愿景 性工处办理设计及施工 改善原广场狭长南新的行走动线 取消无法聚集人潮的停车场 并将南侧道路抬升 置入多元无障碍活动空间 我们从去年8月开始动工 到今年的6月30号完工 所以今天也正式的向大家宣布 我们柳宫绿郎改造工程正式完成 要给市民朋友以及在地的民众 一个更加友善安全休息的空间 那当然这边我想如果了解这一段历史 原本它是我们上平地区自然形成的一个大湾河道 那后来在1979年左右 随着都市发展 变成了郡路以及停车空间 那后来到第三阶段 80年代商圈进驻 包括百货业林立 商圈这边整个发展起来 反而让这边变成一个商业地区的附属地带 那这边这么多年下来 慢慢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包括原本在这边 人车交织影响到了行人安全 另外狭长弯曲的这种 并不是很友善的动线 造成我们行走并不方便 另外原本这里的空间 也很难聚集人潮 所以我们开始进行了规划设计 那我们最主要有两个核心的思考 第一打造 以人为本的行人步行空间 第二 我们要将东区的绿郎做一个串接 也就是包括我们从柳公公园 一直到柳公郡公园 我们做一个绿郎串接 所以两个核心的思维 我们进行相关的设计规划 那当然在这段期间 为期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六月底 将近一年的时间 很快速地我们将这边的整个绿郎 做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 所以我们所在这边从 飞南路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共享广场 接着有一个下沉式的绿地 接着会有一个所谓中央的深海绿洲 那在这边会有一排 这个树木林地 所谓的林蔭绿道 那再来这边会有多元的开放空间 可以有活动 市集等等 所以整体的规划 我们不只是让民众来这边 行走的洞线更加的方便 宽敞 舒适 更重要 在这边我们还有白天 天气很热 会有水雾喷出 水雾布道 夜间 晚上的时候 甚至会有这种水波光的投影 我们就是让过去 早期这种大湾河道的景象 能够再次的呈现 所以很高兴 在整个施工过程 我们在地居民 商家 大家共同的支持以及配合 我们很快速地在一年 把这样整个改造工程完成 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施工团队 监造团队等等 所有参与的伙伴 当然还有我们在地的韩里长 结合我们在地东区的商圈店家 大家共同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讲的具体成果 那我想另外也值得一提 我们在交通上面也将道路的铺面做了整壁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穿越复兴南路的这个行川线 另外我们也有全面的无障碍有散的空间 种种这些细腻的地方我们都有想到 所以也很谢谢我们公务局 与新工处相关单位大家共同努力 能够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的固形空间 那未来我相信东区整个发展 在我们在地韩里市长 结合商圈共同努力 已经整个恢复过去的荣景 未来这边我们一路可以走到国父纪念馆 松烟大巨蛋 所以跟副总讲我们帮搜狗 从这边串接到那边的搜狗 我想最重要的是民朋友 未来在整体东区这边可以畅行无阻 能够行走非常的愉快 道路整合连接柳公寸带状骨干 素集历史及人文记忆重现水体异象 反映地方的纹理也活络商圈连接店家 借由活动空间多元化 满足百货邻里城市需求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两年以下 图形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延续书籍生命 减守资源浪费 台北市环保局8月6号7号2天 在市政府一楼中庭 举办延绘藏书箱共享阅读区的换书活动 现场同时设置了亲子同乐的阅读空间 及互动争区 民众在书架前拿起一本本书翻牙翻 还有人拿着环保袋 要将整套喜欢的书带回家 环保局在市府一楼中庭 举办延绘藏书箱共享阅读区换书活动 只要用15颗以上废电池 就可以免费兑换好书 吸引许多民众前往寻报 有很多书籍 我觉得都还蛮新的 之后可以这样子沿用下去 因为我是拿小朋友的绘本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沿用下去 我觉得很棒 之后可以算废物利用吗 我觉得是把这些书籍再延伸 让更多人可以去阅读 我觉得很棒 我平常会有看课外书的习惯 然后这个时候 这是有想到有这个课外书的活动 所以我想说 那这边的书应该都蛮有趣的 我就来这边来看 有没有我比较有热衷或是喜爱的书 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活动 比起其他 就是如果去购买新的书的话 可能会对不是那么环保 所以如果二手书可以 就有一个循环在利用的过程 我们可以减少那个纸的浪费 然后也可以享受在 徜徉在阅读的乐趣之中 其实如果只要注重内在的话 其实不管外在是怎么样的话 其实它都是好的书 所以不管外在是好或坏 我们只要看它书里面的内容 就可以就好了 延绘书库从102年成立至今 兑换及索取书籍 已经多达51万多册 服务超过5万人次 除了让二手书籍资源 循环在利用 也帮助弱势家庭 有更多获取知识的管道 为了服务民众 环保局也成立 延绘书库云端平台 提供民众及学生 进行线上申请 省去路程时间 像这个参考书类 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 后来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上次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也有支持 这个弱势家庭 那所以很多小朋友 他们可能家庭经济状况 没有那么好 没有办法取得这个 自己去买这个参考书 上我们都这边都可以提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很不错 但是慢慢的可能种类要再多一点 因为对孩子的需求不同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当然小朋友喜欢的一些 可能流行的故事书 这个有的孩子可能 大概也不会看 即便看很多次 也舍不得释放出来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特别设这个许愿墙 就是希望说孩子如果提出来 那有的如果可以 我们还可以跟社区邻里去宣导说 我们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书 那大家可以一起提供出来 然后帮助很多孩子圆梦 我想最主要大概就是希望说 这个书整体看起来还算完整 因为有的缺了很多页 但实际上对孩子来讲 他们在阅读上可能也会遇到困难 我们是希望说尽量这个书的完整性 只要看起来还算完整 然后孩子在阅读上 不会说一打开 就散掉了 那我们都希望说 只要是完整的书籍 欢迎大家觉得 但是如果真的破损很严重 那可能就希望大家还是 受到其他的这个回收 纸类回收的部分 在过去呢 可能都欢迎大家 是用你除了拿电池来这边交换 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说 那因为常常要到实体 刚好经历过这几年的疫情 我们发现大家的行为模式也做改变 所以我们也有设立这个云端书库 那大家可以直接上到云端书库来 然后跟我们预约登记 那我想这样子会 一方面也方便我们在书的整理 效率上会更快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家 可以取得的速度更快 延会长书箱共享阅读区活动 8月6号7号两天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在市府一楼中庭举办对书活动 民众只要准备15颗以上费电池 或持相关证明文件 包括学生证身心障碍者 低收集中低收入户证明文件 就可以现场挑选书籍 共享书箱乐活时光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暑假期间 小朋友用手机时间增加 容易加深近视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家长 赶快帮孩子预约事例检查 除了掌握孩子的远事储备量外 完成检查后 还能够参加抽奖活动 根据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调查结果显示 幼儿园大班生小一 小一生小二 及小六生七年级暑假 是儿童发生近视的三大高峰 联谊中心院区眼科主任蔡宜伦表示 从幼儿时期具有眼视储备量 随着生长发育 眼周变成正常而慢慢长成正视眼 建议国小低年级 人应掌握100度远视度数 而国小中高年级 至少要有50度以上的远视度数 我们知道儿童的眼球发育 到近视有三步去 第一个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 眼球是比较短的 所以它是呈现的是眼视的现象 逐渐发育长大 到了14岁的时候 它会发育成正常的眼球大小 然后是正视是没有度数的 那如果在不小心的过度使用的话 它就会产生眼球拉长 会有近视 发生近视的危险性 所以远视储备在孩子 在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远视的 那远视储备的意思就是 在孩子远视度数用完以前 是不会得到近视的 那如果是远视的储备过少 或者是过早用完的话 都会增加近视的危险 那我们建议在国小低年级 掌握到100度的远视 那中高年级 如果能够保留50度的远视 这样的灰心方会有加好一些 除了平时多安排户外活动 维持户眼习惯 掌握孩子的远视储备量 也呼吁家长善用 国小学童高度近视防治服务 由专业医师进行检查及评估 完成检查后还能参加抽奖活动 台北市学童高度近视防治服务 必须要用到调节力 那把物体移进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我们的焦点会落在眼球的后方 因此我们必须要用到我们的调节力 让那个焦点落到树上 我们才可以看清楚的物体 那这个时候的话 结状机会收缩 在我们眼球里面的一个结状机 它会收缩 那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晶体膨胀 这个水晶体会膨胀 那趋光度就会变高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做 验光检查的话 它会呈现到一个近视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 如果眼球放松以后 它是会消除的 那这个称作假性近视 那如果这个维持这个情况 长期以来都是调节力很用力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接触的话 那之后它会造成的眼球的拉长 就会产生了近视 真性的近视 那我们护眼方案的部分 就有分三项 第一项的部分就是 我们的新生早苗抽 这个是针对我们小学一 我想一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来进行的一个奖励 那另外还有就是 检查双月抽 那这个部分是针对我们 二到六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那另外最后有一个 分享加码抽的一个部分 那这是针对已经 检查完的一个家长 他也可以分享 亲子护眼的一个 密集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奖励 另外卫生局也举办 国小学童与幼儿 势力保健绘画争选活动 邀请家长与孩子 一起拿起画笔 找出护眼密码 画出护眼好伙伴 记者零起会 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传奇病 你有听过吗 传奇病是被认定为 最棘手的儿童疾病之一 严重者可能会引发 心脏相关的并发症 由于并发的原因 到现在仍然不明确 三种小儿心脏专科 主治医师徐万夫 就提醒家长 如果发现家中的小孩 持续发烧超过五天 同时还有四项外观症状 或者是有家族病史 一定要提高警觉 尽速送医治疗 被儿科医师认为是最棘手 儿童疾病之一的传奇病 由于发病成因不明 加上有些病童 发病症状非典型 在第一时间很难判断 三种小儿心脏专科 主治医师徐万夫提醒家长 如果有持续发烧不退超过五天 同时有四项外观症状 就一定要提高警觉 紧速送医 就是假如当今天小朋友的发烧 没办法用一般常见的原因来解释的时候 然后又超过四到五天的话 以及身上皮肤出现疹子 眼睛嘴巴有发红的情形 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 是不是一个穿奇症的个案 徐万夫并以三种最近收治了一名一岁女童为例 他罹患的是顽固型传奇病 在入院治疗用药后一度症状改善 出院后却再度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 结果经心脏超音波发现 已经出现冠状动脉扩大等心脏并发症 经过视线用药并行才获得控制 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 小朋友最主要是他仍然有一些体温微烧 以及最主要是他的心脏已经有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第一个时间 第二个时间点重要的是 在住院期间我们会看到 小朋友在经过特殊治疗之后有退烧 抽血也看到指数有进步 可是他过几天之后又会再烧起来 所以也暗示我们说 顽固性传奇病可能不能单从体温 以及抽血指数的进步来判断他获得控制 能需要进一步的心脏超音波来辅助评估 病痛是不是心脏已经稳定了 因此薛安夫提醒家长 罹患川奇病的小朋友在用药后症状改善 仍然不能轻忽 至少要观察24到36小时 并到门诊持续评估追踪 尤其是顽固性传奇病更需要小心硬硬 有时候家长会因为小朋友在治疗之后退烧 然后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可以回家休息了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会建议家属 一定要让小朋友观察至少24到36小时 这样才比较能够确认第一关可以过关 然后再来就是后续的门诊追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心脏超音波 可以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讯息 但是这个检查不见得是那么方便可以执行的 所以后续回到门诊一定是很重要的 回到门诊我们评估小朋友的状况 以及透过心脏超音波检查的心脏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变化 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讯息 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是顽固性穿奇症的个案 至于要如何预防小朋友感染穿奇病 薛安副强调因为这项疾病发生原因的不明确 除了避免小朋友频繁出入公众场所外 如果家族成员中曾经罹患过穿奇病 更要特别注意 就是建议家长当然可以的话 非必要的不要出入一些公众场所 另外假如说家人之间有发生过穿奇病的话 那因为跟这个基因可能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 当小朋友出现有持续发烧的情况 又有这间家族史的时候 家族就可以特别提高警觉 来评估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是穿奇病的个案 薛安副表示 穿奇病好发于五岁以下的幼童 由于有时候并发症状不一定同时出现 因此唯有在临床诊治中及时确认 才能协助医师对症下药 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心脏并发症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将在8月10号 七夕情人节晚上9点 安排360秒的浪漫高空烟火秀 欢迎各地的民众 唱尤基隆与亲爱的情人家人朋友 共度幸福时刻 画面上是记者会宣传现场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将在8月10号晚上9点 在基隆地标释放360秒的高空烟火秀 只要在基隆市区就可以观赏到灿烂烟火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欢迎各地民众来唱尤基隆一日游 或安排二日游 晚上观赏烟火秀 当天晚上8点还会发放限量的精油手工造 那其实我们想创造的不只单单 只是一个烟火秀的一件事件 我们更希望能够推广更多人 在七夕的时候可以来到基隆 从早上就可以来我们的和平岛 看我们的阿拉宝湾这样的一个场域 然后之后可以到我们的正宾的一个渝港的色彩屋 以及我们很漂亮的公车站 以及到我们的正派的一个新的一个OT的一个场景 这是我们跟在地青年做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店 然后再来就可以到我们的耀塞施定部 以及到我们的大沙湾的音乐场域 然后度过一整天的一些活动 因为其实基隆现在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其实我们整个东岸老带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景点 以及我们西岸 下午你们也可以到万木山去走走 然后回到了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佛首洞 甚至到我们的太平清廟去阅读一下 感受一下喝个下午茶的咖啡 然后晚上在基隆吃饭 最后可以在九点钟观看我们的一个烟火 其实看完烟火之后 我们也可以到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庙口之外 可以到我们的委托行那边去走走 然后最后可以到我们晚上的鱼市场 就是我们的咖啡店 这也是北台湾最大的漁货市场 甚至也欢迎大家可以住在我们基隆感受一下 那今年也有特别做高空烟火的部分 总共分为五个篇章 我们会先用璀璨盆花来揭开序曲 我们也在这边推荐几个最佳观赏的地点 包含国门广场海洋广场 还有我们的东岸商场这边 基隆的夜晚 文化观光局也推荐一处新景点 就是配合青发战争140周年纪念活动 第一次点亮的青发战争纪念园区 透过光影设计 营造出跨越时空的氛围 成为基隆的夜间文化观光新景点 市府充分结合基隆东西岸文化观光景点的魅力 加上七夕夜晚的浪漫烟火 欢迎市民朋友和各地游客在七夕情人节 来到基隆一日游或二日游 共度温馨与幸福时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攜手必应创造 江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打造成融合音乐文创的多功能园区 不仅充分体现空间活化的理念 更为所有热爱音乐的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 一块到现场去看看 这次市政府邀请到基隆出身的江志峰老师 跟新北的陈世轩议员 一起来体验基隆全新打造的音乐空间 经过导览后 志峰老师提到 许多音乐人都是从基隆出发 这里也是许多经典歌曲的发源地 透过这样的音乐场域 让大家知道基隆是一个孕育音乐梦想的地方 所以所有的基隆爱好音乐的 不管是展演或者是 同样属性工作的这些朋友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而且整个参观过以后 我发现万事起头难 你说一开始就像刚刚市长说 你要办到万人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有办法从250公司开始做一个 辐射效应的话 其实万人不是梦 所以所有的梦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从基隆开始 从国粮市长的带领开始 我觉得基隆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发展空间跟倾向 那我也希望说 藉由这个地方 能够让更多的基隆人 不只基隆人 能够让我们全台湾的所有人都知道说 基隆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音乐的发源 非常好的发源地 因为所有很多歌手 事实上我们都是从基隆出发 但是真正知道 我们是在地基隆人的 其实真的非常少 所以这次真的要谢谢国粮市长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谢谢志光老师 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想要变成音乐城市 因为我已经看到说 我们在变成大型的 最大场演唱会中 我们在地的音乐人 甚至在地的听众观众 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基隆 参观这样的碧影音乐空间 这两年我感受到基隆 很大的不一样的是说 有很多的空间被市场活化 再利用 像旁边这个到大沙湾历史园区 那我们看到过去这个是 公车处的半公岛 那金费在做使用之后 市场将它活化 那现在让碧影进到这个地方 让基隆我们的年轻人 更有一个音乐空间 那展演中心来做参观 所以我觉得这很棒 在迈向这个音乐城市的未来 一定要大家更多的合作 尤其是这个市轩在新北 有丰沛新北的支援 那我们也要跟他 继续的合作 情谊共同打造 我来这里真的是太震撼了 除了我们看到演唱会 那种光鲜亮丽 没想到幕后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以及这么多的准备工作 而且我来到这里能够看到 应该说是演唱会的时光鸡 从民国几年前的 很多的那个演唱会 在这里都一一呈现 而且呢 它这里有很多的场地呢 也欢迎各位爱好歌唱的 或者是喜欢听演唱会的 也可以来这里小小的剧场 来感受一下自己是巨星 的一个魅力散发出来 欢迎大家来基隆中正路103号 那今天来到现场 真的看得出来我们市长的用心 因为我们各方面的 对整个城市的发展 我们有非常多的规划 跟一些细节 但是市长在这一方面的 让我们基隆的这些音乐人 有更多的富裕的基地 有更多的有未来训练的空间 我想这次真的是 在基隆算是一个创局 也希望经由这些 这个设施跟规划 将来我们基隆能够复育 更多的这个音乐人 就是我们的基隆人 我们很期待这个未来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有了一个好的场域空间 更能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 将为更多人提供 音乐创作的能量 培养更多音乐人才 一起朝向音乐城市迈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最近来关心这个七堵区 光明路和重信街口的地带 常常有车祸发生 立委林佩祥联合七堵区 四位议员邀请台铁 及相关单位办理现场会刊 寻求改善的方法 从七堵南新市场 采买完的民众和机车骑士 就这样非常自然又方便的 从重信街走出来 或是骑车出来之后 直接跨越光明路 到停车场或是离开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路口周边地带 成了死伤车祸造势率 相当高的地方 地方明代都很担心 大家都在想办法要改善 我们都希望这边有斑马线 我也希望这边 其实民众就希望 但是我们还到底安全为导 因为这个有波动的问题 那我们也有提交通处 还有这个交通三分主 跟我们回来一起 最好是用那个 就是那个 返向感 返向感对 那刚才在废钱的话 我们也讨论跟顾客的因子 还有我们地方上的意见 这个往往出问题就是这个出口 对 在出口这个问题 出口都要称呼我们交通处的主管单位 他是建议说 在我们红绿灯那边 把它移到那边 是我想是很正确的 是不是就是做那个 人行道跟红绿灯 那人行道跟红绿灯 那时候交通处跟公司都讲说 因为离这个红绿灯太近的 他是没有办法做的 那可是前面那个保餐总统那边 他其实也是距离很近 他一样也是有那个红绿灯跟斑马线 也因此立法委员林佩祥接获反应 特地联合七堵区四位市议员 邀及台铁以及市政府交通处 公务处区公所和警方等相关单位 办理现场会刊 寻求改善的方法 包括短期内 先在双线车道中央设置软值分向感 提醒车辆和行人 不要任意跨越车道 长期则是请停车场 改变车辆的进出口位置 让要到市场采买的民众 能够多利用行人穿越到过马路等等 那会刊的结论方向 目前第一点就是期待说 我们七堵停车场这边的出口 能够往市区这边再做移动 然后这样可以保住说 我们的行车动线跟行人动线的安全 第二点也是在那边要建请交通处 在从这个 从治街嘛 这边是从 从信 从信跟前面是从 从治 自治 从信街跟自治街中间这么长的距离之间 找一个地方 能够让行人 在中间能够穿越的安全的通道 来避免说 行人看到的时候 没车的时候直接冲出去的状况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三分局也好 还有很多小众队也好 希望说我们在这边 能够尽快设立软室的柵栏 而我们这边也是会议决议说 尽快设立 然后保住我们这边行车跟行人的安全 由于现在先有仅三分局 暂时先在双向车道中间线上 摆上三角锥 提醒驾驶人 不能任意回转进停车场 避免发生车祸意外 但是三角锥万一倒了 也容易影响机车型的安全 因此将由市政府交通处 在最短时间内 先设置软值分向感来应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要带你来看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和好姐妹们 头戴可爱的蔬菜帽 化身为蔬菜人 行销七堵南新市场 欢迎大家到南新市场来采买 普渡拜拜用的蔬果肉品 及南北货 受到摊伤和民众们的热力欢迎 副议长杨秀玉领军 头戴可爱蔬菜帽的美魔女团 走进南新市场里面 立刻引起摊伤和采买民众的目光 有的人开心的和行销团打招呼 有的更直接来拍照相当热闹 又进入中原普渡的时节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和一群好姐妹们 头戴可爱蔬菜帽 化身为蔬菜人 行销七堵南新市场 欢迎大家到南新市场 采买普渡拜拜用的蔬果肉品 以及南北货 也受到摊伤和民众们的欢迎 秀玉今天就是特别带了几位 七堵的美魔女角色扮演 戴上我们的蔬果头套 一起来行销 我们七堵的南新大市场 也是我们基隆市最有名的 最大的传统市场 农历七月是采买的一个大的季节 因为中原普渡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们七堵南新市场 可以说是南北货相当的多 而且我们的蔬果都非常的新鲜 而且非常非常的价廉物美 那我们欢迎这乡亲 有空的话多到七堵来走走 七堵不止南新市场 包括我们七堵晚上的美食 就是美食的小吃 美食街 那还有七堵南新市场 包括有很多的美好 我们的山区有很多的景点 所以今天秀玉特别带我们几位美魔女 来一起行销我们自己的城市 也欢迎我们民众 还有外省市的好朋友 常到七堵来 七堵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你们来了就知道 一定会爱上她 恋上她 也会发现说美好时光就在七堵 只要有任何可以帮助七堵行销的事 副议长杨秀玉表示 都愿意找好姐妹们一起来做 把七堵的好告诉大家 美好时光就在七堵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还有 - 营养花碳中结诊 - 营养化碳中结疹 - 营养化碳中结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